各个团体还有各个政府机关 谢谢你踢皮球过来 我踢皮球过去 因为有民众通报 有一只可怜的猕猴受伤倒地 为了消防队 消防队说不关他们的事 那在打给负责这项业务的金发局 态度也相当消极 民众又气得说 要救这只猴子是不是要找城局市长啊 对方竟然也说好啊 态度如此之傲慢 让民众大骂 保护内台湾猴后脚跟断裂躺在路旁 表情看起来相当痛苦 动保团体接获民众通报 请求消防队员前往救援 没想到对方姗姗来迟 就算了还这么回应 消防人员连忙撇清责任 抢救命后不是业务之一 态度之消极 让动保团体很火大 把救援过程拍下来 剪辑画面加以讽刺 或者不是我们的业务啊 我们是以关怀那个尊重生命的 我们都会去处理 然后去看有没有危及到民众的生命来讲 既然产生没有不是消防局的业务 动保团体直接找上负责野生动物的高雄市金发区 没想到对方态度 竟然叫他直接去找市长 其他一年多前他就已经滚掉了 所以他基本身体状况他是很OK的 每一个事情都可以找他 因为他有事找性向你就可以进去反应 警察局事后做出沉浸 但这段对话也让爱护动物的网友喷饭 大骂我们的胜负部门未免太官僚 这是很官僚 这是跟个铁罢网友也不会破掉就对了 抢救命后生命就这么单纯 但究竟该先来处理 官员消防局护贴皮球态度 让人不敢苟通 动物丝永珠 李晨阳 高雄报道 好 日本演艺圈传出了一个震撼的消息 好…